李天命以龟禁四重 越级挑战龟禁八重 直接把蓝灵独角兽和陈骁按在地上打 这份撒爽音姿 让围观群众们都看傻了 没想到 这少宗主竟如此强力 真的是一匹大黑马 难道这太一弟子真的要变动了吗 约灰天和古语震惊到无以复加 他们原以为李天命能和陈骁失去立敌就算不错 但没想到仅丝毫不弱 反倒是巧妙用战术 免杀高级对手 猛吐一口口水 还好当初没挑战李天命 否则当真是自取其辱 不只是他们 当初李氏圣族的那几位也都在场 李坤坤 李赤玲 李战雷 他们一个个都目瞪口呆 惊讶到下巴都快掉了 他们都知道有一件事情肯定要发生了 但都敢说 天啊 李天命要是真的能成为太一弟子 我们几个的老脸那就都丢完了 说出此话之人 正是当初上门挑衅的李玄一 他的脸色有点绿 看到李天命天才崛起 他很绝望 更加尴尬的是 周围东皇宗的人都在攻西李氏圣族 他还得一一应对 哎呀 真的难受住了呀 而青罗叶家的观战台内 叶青 叶绍青 叶宇希三人都盯着场内呢 老爷子目光着着 这李天命当真太逆天了 这次他一争锋结束 我们就是凭着老命不要 也要保下他 叶宇希叹了口气 爹 大哥因为扛不住压力 已经投靠宇文家了 叶青无奈 个人选择不同罢了 叶绍青笑道 宇希 我们做出了选择 就该无所畏惧 坚持到底 叶宇希哼道 那是自然 谁要做那宇文家的走狗 视线回了场内 空孙赤也是徒步赶来 一眼看到了被揍成猪头的陈霄 他嘎嘎笑道 居然被李天命打成这样 丢人 你少废话 你上孽数 快去追啊 别误了振兴的大事 好好好 知道了 看我的便是 说着把腿就追 一边跑还一边嘲笑 嘎嘎 这陈霄真是废物 竟然是小小的李天命被偷袭了 那小子别被我抓到 否则我叫他痛不欲生 另一边 李天命的天之椅速度全开 终于是看到了前方背影 追到你了 宇文振兴猛然一惊 也是瞥见了身后的李天命 这家伙怎么这么快 难道陈霄和公孙赤没拦住他吗 但神员就近在眼前 他可没时间再和李天命多做纠缠 于是抱和一声 雪又来 当时血光乍现 一头赤色巨兽 挤占了所有空间通道 拦截在李天命眼前 同样作为饕餐 但体型更为庞大 其上布满风锐尖牙 一看就是个肉盾型的战斗机器 李天命一眼看出 这巨兽眼中33个星点 足有三阶圣兽等级 血色火焰在身中飘荡 烧在身上连魂灵都要被捉烧 眼看着怪物堵住通道 鸡哥暴冲向前 鸡爷在此 但在触碰到的一瞬间被反弹回来 这灵甲的尖影超无想象 李天命看着这头肉衫 强行攻破是很艰难了 况且对方的血焰还能捉烧魂灵 属实无耻 龟禁九冲加三阶圣兽的组合还是太强了 就在这时 宇文振兴也摸上了水晶球 第七深渊被收入他的空间戒指中 嘎嘎一切顺利 恰在此时 头顶忽然开出一道光门 透明阶梯也随之出现 这是通往太一塔第二层的通道 宇文振兴呼唤了一声 那血魔套贴 便一点点缩小被收入了半生空间 他一边跑一边嘲讽 李天命 宝贝我就先拿走了 有本事自己上来取呀 鸡哥怒鸡 气死捏我了 这秃驴抢我宝贝 李天命冷恨一声 不急 让他先得意得意 毕竟龟子上 也没血不能抢宝 到时候再抢过来便是 说着也顺时登上了第二层胎一塔 等李天命从第一层上来之后 赫然只见到周围一片浓浓白武 什么都看不清 宇文振兴在哪呢 怎么不见人了 不过他可和别人不一样 抬起左手 窃天之言 开 当时那些迷惑眼睛的白武 在他的感觉中 仿若变得透明一般 不过他很快看到了一口鼓中 正仅仅放置在第二层的边缘 虽然见不到宝贝 带着桶中通体金黄 从内蕴含着止不住的天意 显然是有重宝在内 切天之眼再次往旁边横扫 终于是隐约见到了一颗闪亮光头 宇文振兴 鸡哥笑道 兄弟 别管那个死光头了 咱们先去想第二层的宝贝啊 李天命也是这样想的 可猛然一惊 本能一回头 就只见到一颗紫色能量弹飞来 还好及时跳开 才不至于受伤 看清全貌 那能量弹 赫然是由许多小丛子组成 这种手段 就只有一个人会用 重簧孔孙赤 果然白无后 他缓缓现身 李天命 我可不是陈骁那种 没心眼的废物 同样的阴招 对我可没用 鸡哥怒到烦死了 再这样下去 第二层的宝贝 又要被光头抢走了 哎 别慌啊鸡哥 你仔细看看 对宝物感兴趣的 可不止我们 果然再看另一边 宇文振兴的身前 已经占了一黄一子 两个身影 正是上官嘉音 和皇甫纷纷 他们俩也是终老儿孙 宇文振兴 单挑我们未必赢你 但联手之下 你也没有胜算 宇文振兴怒急 好 凭你们两个没杀过人的 龟敬八种废物吗 废话少说 一起上吧 李天命知道 他们三人互相纠缠的话 只要尽快解决了公孙赤 自己就还有机会 转头朗声道 来吧 玩虫的小贼 就让小爷我陪你玩玩 看下到底谁才是废物 此时高耸入营的胎塔中 争斗仍在继续 李天命嚣张的样子 被转播到了中央擂台 所有人都看得一清二楚 这是虫属性的半身兽 焚天地皇 二阶圣兽等级 而他的主人 就是虫皇公孙赤 他音音一笑 李天命 你当真不知好歹 虽然对不起振兴 不能让他亲自动手 但我也只有 先取下你的狗头了 而后抬手一招 一头巨大蝗虫 便出现在他头顶 浑身甲皱 长足和口气都风锐无比 十万蝗虫便从他下方钻出 眨眼间便铺天盖地 嗡嗡朝得李天命袭来 换一半人 早就被这种场面吓尿了 李天命问鸡哥 兄弟怎么说 兄弟啊 你要不要看看你在说什么 你居然问一只鸡 面对虫子该怎么办 喵喵无心吐槽 鸡哥 你不是最讨厌别人 把你当小主人的吗 你等个屁喵喵 吃虫子的时候 老子就是鸡 喵喵给我上 说吧 喷出一道赤虫 天赋神通 永恒练狱火 用鸣声响 以那凤凰为通道 无数的焚天蝗虫便被烤成交叹 然后一口炼狱火 躲在李天命身上 天命过小弟 劈着老子口水给爷冲 接着再指挥喵喵 来 随你哥哥我冲杀 一起来吃虫子 来嘞来嘞 这一瞬间 喵喵的身形便膨胀数十倍 天赋神通 地魔混沌 尖压力爪 这泪生双叶的太古混沌巨兽 便踏入战场 鸡哥再是一口炼狱盾甲 给喵喵也上了火焰护体 这两只半山兽 就从两侧 杀向着十万蝗虫大军 上万的蝗虫 只要靠近他们俩 就会被烧成焦炭 说白了 这就是天赋克制 焚天地皇本身 就是极为难成的半山兽 还是头一次被打得这么憋屈 鸡哥大笑 这火烤蝗虫真是美味 啊 真香啊 这让焚天地皇看得大怒 这可都是他的孩子们啊 可没等他靠近鸡哥 地魔混沌 直接从半路杀出 扑在身上 一对电箭之鸭 上下一个咬喝 千斤距离 外加电流套餐 直接给他做成了电烤蝗虫 公孙赤看得大怒 李天明 你不要脸二打一啊 呦呦呦 破防了 我还说你这虫子十万打二呢 呼呼来咬我啊 陈骁这回也爬了上来 公孙赤 不就是人数优势嘛 我们俩一起上 别了别了 你快去帮我的焚天地皇 这李天明 区区归规境四重 我自己就能搞定 说吧 便召唤出了七阶兽兵 研磨镰刀 这武器上天文密布 看起来还有几分样子 来吧李天明 你这个只会靠两头半身兽 以夺七手的垃圾 一转头 人啊 这像恨铁不成杠啊 别特么样的装逼了 人早就跑了 那是自然 李天明始终知道 与他们缠斗再久 最终的目的 还是先夺的宝物 宝贝要紧 谁还管你啊 虫虫白雾根本阻拦不住他 黄金谷中就在眼前